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今星期繼續會由我跟大家介紹不同的遊戲 一月頭就比較靜,現在到月中就慢慢好一點 不如又看看今星期有什麼好玩吧 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其實時代真的不停地變 以前聽到大家覺得很變態的遊戲 經過時日之後拿出來,竟然變成大眾都喜歡的遊戲 就像這隻幸福莊的管理人那樣 遊戲中玩家就要扮演一個宿舍的管理員 你要做的當然就是一步步去打理好這個宿舍 以及跟不同的租客打好他的關係 例如要陪下他們做健身 處理一下他們的日常生活問題 有時他們洗澡,你就要去守住的門口 不要讓陌生人進去騷擾那些妹妹 另外這個幸福莊的地下室 又有Gym Room 又有游泳池 大度可以放得下一個調教室 之後玩家又可以由不同的角度跟女主角聊天 盡數心鍾情 好聽點就叫管理員 但為何整件事這麼像我小時候玩的神秘遊戲 怪叔叔看守住宿舍中三個可愛的女主角 聽起來都覺得很糟糕 雖然我在三馬都有提過 一個大IP的作品如果再加上無雙的玩法 基本上都跟伏沒甚麼分別 但有甚麼方法可以救到這件事 就是直接跟你說這款是伏遊戲 雖然說,銀魂的遊戲 其實大家都不會有甚麼特別大的期望 為甚麼? 因為銀魂裡面所有東西出現都是合理的 即是甚麼反物理、難面、穿牆 所有的Bug 你都可以說他是惡搞的 不過遊戲未出,我又不可以一口咬定他一定是廢的 遊戲本身又可以讓大家重溫動漫畫裡面的不同情節 就算是新朋友也好 都可以借這個機會推你落坑 而且在初回限定版裡面 官方就給大家去投票選出想要的初回限定禮物 最後選出來的就是 阿姆斯特朗迴旋加速噴射式阿姆斯特朗炮 嘩,還原度真的很高 很多時大亂鬥都是粉絲們所愛 不過現在的粉絲不知是否要求越來越高 不是廠方不斷以餵飽他們就說收貨 DFF NT 作為一款格鬥遊戲 可以讓玩家進行三對三的夢幻對戰 你可以選擇不同FF 的人物作主角 即使是不同的世界又或者本身是正邪不兩立 一樣可以放在一起 技能方面,玩家可以用到相當多的技能 讓玩家重拾以前不同遊戲的情懷 遊戲就由 Team Ninja 負責開發 即是人王的 Team 所以畫面和流暢度方面 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雖然畫面漂亮了很多 但遊戲性上好像不夠PSP 年代一隻 因為技能方面就不能像以前那樣自由設定 地圖方面亦沒有那麼多元化 不知道粉絲們收不收貨呢? 在看畫面的巴打大家冷靜一點 我知道你在想甚麼 以下介紹的遊戲絕對不是No Man's Sky 而是另一款主打飛行探索的遊戲 Innerspace Innerspace 是一項讓玩家可以探索到神秘空間的遊戲 喂! 等等!真的不是No Man's Sky 你需要在一個違反我們心目中地心吸力的星球上探索 一方面開拓新的領域 另一方面又可以找到遊戲內不同的世界歷史 玩家在過程中可以升級自己的飛機 令到他可以上天下海 又或者有些特別的能力 除此之外 官方就說遊戲就不像其他飛行遊戲 如果你是期待一些潛入古代半人半神土內的探索的話 你會很開心地說 說到那麼神秘,那就不要吹到像No Man's Sky 一款手機遊戲可以有多厲害? 厲害到可以弄出一大堆不同的知名角色 再抽他們出來弄多一隻遊戲 《決戰平安京》就是一款以大陸手機遊戲 陰陽師的角色整成的Mobile 遊戲 大家都知道陰陽師的SSR機率比中落合彩 今次大家就可以用舊本 暫時宣傳片中,很多SSR都會登場 即是人氣很高的一拳超人 以及大天狗都有 遊戲好不好玩呢? 我真的未知 因為我自己未試 加上本身這陣子真的很忙 我怕自己一玩就停不到 而遊戲的另一個賣點 就是Sell 不用刷符文 相反玩家就可以自由配搭不同的技能去玩 令到遊戲每個的變化都會不同 遊戲暫時只有大陸有得玩 有沒有香港版就未知 如果你想玩的話 你就可以回到大陸App Store 或者大陸的平台去找 今集遊戲情報科就到此為止 記得訂閱和分享給更多朋友看到 我是希治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